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用了一两格 也可以今天去添掉它 你干嘛呢今天 不知道 腾讯部副部长就说 未经官方确认所有指控1MDB的消息 都是假新闻 希望联盟谴责 听到有人污蔑政府助翻桌的这一番言论 森美兰大臣就说 开玩笑哩 资料外泄丑闻令FB是蒸发500亿美元 那现在英国美国还有欧洲都要查Mark Zuckerberg 英国分析公司被指通过Facebook介入马来西亚的选举 首相办公室就说 没这回事 好了 这两天这个Facebook的丑闻呢 是真的是闹得沸沸扬扬 而且是震惊全国的 可能你知道的不太多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整理 跟你报道 跟你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呢 好像也是牵涉到了马来西亚这里的 美国社交媒体Facebook呢 脸书爆出史上最严重的 不当使用用户资料的这个事件 是这样子的 有一家英国数据分析公司呢 叫做倩巧分析 就被媒体揭露说 他不当使用五千万个 Facebook用户的个人资料 来协助特朗普 就是当选美国的总统 五千万个很多 不知道有没有包括你我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Facebook的user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这件事情会曝光呢 是看到英国的第四新闻频道 China4 News呢 他们最近播放了一段秘密的采访 这段采访呢 他们是访问了 刚提过的这家数据分析公司 剑桥分析的高层 然后呢 在这个访问当中 高层们就透露说 他们是可以影响 全球很多国家的选举 那这个 其实是看到China4 News 他们就派出了一个卧底记者 假扮成一名富商 然后就要求这家公司呢 协助一个政客 在斯里兰卡的竞选当中胜出 然后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员 尼克斯呢 他就被这个 Hidden Camera隐蔽的镜头拍到说 他多次跟这个富商游说 我可以在网络上面 然后帮你造谣 抹黑你的竞选对手 真的 他说的 我只是给你一个反应 来继续 然后重点就是啊 这一个剑桥分析呢 他们的政治部总经理 还自己说到 透露说 他们曾经到多个国家工作 其中包括了墨西哥 巴西 还有马来西亚 Oh no 然后呢 虽然这个剑桥分析 事后是否认了所有 刚刚我们说过的东西 他们都已经否认了 但是相关报道呢 在全球引起轰动 英国国会现在已经传召了 Facebook的创办人 Mark Zuckerberg作证 欧洲议会也决定说 要传召他 至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呢 就说目前呢 应该是在调查着Facebook的 那特别提到啊 这一个剑桥分析的首席执行员 执行员刚刚说话的 那个尼克斯呢 他现在已经是被暂停职务了 那话说回来啊 这个事情爆发到现在 刚刚在我们分享的 这个内容里面有一个重点 提到了马来西亚嘛 身为马来西亚人 兼Facebook的用户 我们除了非常关注资料 是不是真的外泄之外呢 很多人也很关心说 刚刚提到的马来西亚这个事情 就是说剑桥分析 是不是有介入 马来西亚的选举呢 当然针对这样子的指控呢 我们这边的首相办公室 就已经强调 昨天晚上的时候 进行发文强调说 国阵或是大马政府 从来就没有聘用过剑桥分析 也就是刚提到的这一家公司 我刚才说到啊 跟就是媒体报道的是完全相反的 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呢 就是国阵还有首相办公室 就是大马政府这边 从来都没有去聘用剑桥分析 或是这一家公司的母公司 也就是FCL集团 但是他透露了一个重点 他就说到啊 FCL集团驻马来西亚代表 在昨天曾经就跟大马政府证实说 其实剑桥分析是向前几打州务大臣 兼现任的土著团结党熟立主席 穆克利兹向他提供 2013年的选举咨询服务 意思就是说把这个话锋一转 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聘请过 但是就是他们已经承认 穆克利兹是有跟他们咨询过 这样子的一个建议的 就是在2013年曾经聘用过这一家公司 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对这个球就抛出去了 当然针对这样的一个消息 在昨天的时候 穆克利兹马上就有出来表明说 他从来就没有跟 Cambridge Analytical这一家公司联系 他还碰击说 首相办公室是扭曲事实 企图转移交点 那被指说 曾经就是有来过 马来西亚这边工作嘛 那看到就有记者去问 上一届这个大选的时候呢 当时还是副首相的穆尤丁 就问他说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啊 就是剑桥分析 被指曾经介入许多国家的选举 包括马来西亚的这件事 穆尤丁他就强调说 他对这件事情是完全不知情的 因为他刚刚说过嘛 他上一届2013年的大选的时候 他还是首相纳吉的副首 他现在呢 已经是土著团结党的主席 他昨天受访的时候就说 他没有听说过 这一家数据分析公司 曾经介入2013年的大选 这样子 当然一说到这一个 有人曾经介入马来西亚的大选 或是有这样的间谍行为 当然是吓坏大家了 没错 所以呢 全国爱国者协会 Patriot 他就希望内政部可以去调查 这个备受争议的这个事件 看看这家公司 剑桥分析 是不是真的有对马来西亚公民 进行非法的间谍活动 那这一个协会的主席 穆罕默阿斯沙 他发表文告说到 这一个相关外国公司 所进行的非法行动呢 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间谍的行动 或是一个叛国的行为 而这些活动都必须受到 严厉的谴责的 他就认为说 内政部现在应该做的就是呢 针对这样的一个 数据泄露的事件 发表一项澄清的这个声明 因为间谍活动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 这违反了2010年 个人资料保护法令 间谍活动听起来就很可怕 好像我们在做的任何东西 都被监听着的感觉 但是发生了这件事情呢 Facebook那一边 当然也就是不好过了 他们呢 因为这个丑闻呢 其实是让Facebook的股市大跌 他们现在的股价呢 是下跌了非常多 你知道多少钱吗 他的这个市值已经蒸发掉了 不是500块哦 是500亿 但是这个500亿也不是令吉 是500亿美元 换送过来令吉的话 就是1962亿2500万令吉 接近2000亿了 那现在也看到呢 Facebook的投资者 就发起集体诉讼 就表示说 联网对用户的数据安全情况 做出了这个虚假 还有误导性的陈述 让他们已经蒙受损失了 那现在当然除了 刚刚我们说过嘛 有很多国家都已经 开始调查他之外呢 我们看到了 有另外一个活动哦 现在全球很多 Facebook的用户 发动了一个叫做 Delete Facebook Hashtag Delete Facebook 这样子的活动 而且呢 参与的人数 很值得关注的 这些人呢 又包括了脸书的 子公司 WhatsApp 对 WhatsApp的创办人呢 是非常高调的 复合这一个活动的 甚至直接发这个帖子啊 直接说到 It is time Hashtag Delete Facebook 我不知道是不是策略性的 因为我想到 两个可能 意思就是你公然 让你的老板 没有面子 另外一个 搞不好可能真的是 Mark Zuckerberg 叫他说 我们就做一个切割 这样子不要连累你们 我自己想了 好 等等自己好像很厉害 你这样做marketing的这样子 对哦 好像是这样子了 不知道是不是strategies来的 对 不过呢 还有另外一个 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 脸书创办人Mark Zuckerberg呢 他原本是被看好 可以角逐2020年 美国总统大选 要和特朗普较高下的 但是现在就爆发了 这样的一个丑闻 严重损害了他的形象 看到CNW的报导的 他们的标题 打出了一个很可爱的 这个字眼 他说Mark Zuckerberg 现在处境呢 已经从2020 2020 Darling 也就是大选 极受欢迎的宝贝 变成了 Political Scourge 也就是政治祸害 说得很绝 真的 现在Bot 好啦 其实这个现在Bot 跟Facebook也是有关的 因为Facebook资讯很多嘛 现在不只说 你的这个资料 可能有机会 就是被外泄 被用来做 另外的一些用途之外呢 我们在Facebook上面看到一些 可能捐钱的贴文啊 其实你看了这样的一个贴文 你到底会不会去捐钱的呢 我们今天就给出了 三个选项了 Like的话就是说 一定会 因为我们的社会 需要温暖 还有正能量 棒棒的啊 那如果你点选 Love这个emoticon 就代表说 不会 我只是相信 报馆的募款平台 第三个选项 Set这个emoticon呢 说的就是 看情况啦 如果是熟人 Share的话呢 我可能就会捐 三个选项 欢迎去到 988的官方FB 投选 投选 请不吝点赞